乌云密布电闪的那天 狂风四起 在青岛的有一个什么石老人 那个头都已经被吹掉了 我就在那个情况下 我爸爸把我送到了车站 我当时也跟我爸说 四年之前在大学里高考考的很差 我给你一个承诺 四年之后一定会上青黄 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承诺 我回去之后一定 基本都会叫我八轮哥 目前是在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直播二年级 不算是大神吧 我最起码真的可以算半个别人 就是我们家人常说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一直从小到我2022年之前 我一直觉得我很顺利 我也相信我以后一定会更顺利的 我确定保元去清华之后 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跟我爸说 我这四年就完成了我当时高考完之后 对你的那个承诺 到我的那一瞬间我都已经实现了 我一直知道我高考那不是我的真实水平 我可以站到更高的平台去展现我自己 那年的李宗提特别特别难 我生物应该是空了至少六七个大厅 就连做也没有时间做 算是压线吧 进了极大 我当时选的这个专业是生物嘛 所以这可能也是命运吧 大家都可能比较清楚 生花还财四大天坑 生物可是四大天坑之首的专业 我爸说你们这个专业 你想要有出路 想出路好 你就必须去清北 我说好那我就给你去一个清北 我就早晨七点出去 晚上十一点从出路馆回来 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在实验室做实验了 大四上去那个阶段 我确定宝然去清华之后 我的自信就是 有一点点兴奋过头的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自己就是最牛的 而且是从小吹的一个牛逼 一个算是说大话的东西 到我的那一瞬间我都已经实现了 好不容易走到这种地方 但是要被这个地方做抛弃 我们跟其他学校不一样 就是我们在保连的时候 不是直接选定老师的 我们是需要来了清华这边之后 通过一种叫rotation 轮转的方法 你跟老师互相匹配 如果可以的话就定下来 然后如果不可以的话 就进行三轮的轮转 我是联系了一些老师 然后最后也去那轮转了 但是轮转完你会发现 那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实验室 也不是和自己match的老师 正常来说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会再多给你找一到两轮 我四轮明明说好了要定我 然后我五一回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老师又说不要了 最关键的是 那个时候也就没有任何老师 能让我去选择了 如果一旦四轮定不下来 五轮定不下来 我是要被退学的 我是要被退学的 当时面临休学的时候 当时面临休学的时候 你走在这个校园里 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我感觉就像那种气儿一样 气婴的那种感觉 就是好不容易走到这种地方 但是要被这个地方抛弃 而且当时最让我难受的是 因为当时我妈妈有段时间 因为高血压她晕倒了 所以有些事情我不能跟她们多说 有我的初恋吧 我有时候一些压力 会不自觉地去流露给她 然后也导致我们最后分手了 而且那段时间我一次打球好像也受伤了 导致我整个人的状态 就无论身体上也很痛苦 精神上也很痛苦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完了 我记得我有一天晚上 就是自己走在学校那个草场上 然后真的很痛苦 然后我没办法 我给我爸爸打了电话 因为我自己感觉我心里 承受不了那样的痛苦 我第一次在我的印象里面 听到我爸爸就有那种 就是他已经在极力地克制他的痛苦 我能听到他抽搐的那种声音 就其实我爸肯定是在流泪了 我跟他们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感觉我是把一个人的痛苦分享给了更多人 在给他们徒增烦恼跟痛苦的时候 也会让我内心更加的内疚 之前我父母一直很开心 因为他们也觉得他们二十多年的培养 算是有了一个回报吧 我家族那边出了一个能进清华的人 他们在向别人介绍起我的时候 会有一种自豪 因为我深知一大被清华退学是很难的 我不想退学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抢救一下 然后我去找了学校所有我能找的老师 不管这个老师管不管 我就去问他们的建议和想法 最后老师说这样吧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呢 是要你跟随着下一集重新轮转 然后让我休学半年 那段时间真的太痛苦了 没有任何脸面面对他们 我就天天出去 去了以前从没去过的地方 什么酒吧呀 这种KTV呀 然后也尝试过喝很多的酒啊 然后也尝试过在网吧通宵呀 跟同学打游戏一打打好长时间呀 完全跟学习相关东西我想都不想 然后包括去染头烫头 就是放纵自己嘛 反正我就想逃避 我不想面对这些 让我勾起我任何不好回忆的东西 我感觉好像在找一个人发泄 我真的在家里会跟我父母生很大的气 明明不是他们的错 就因为一点小事 我就会马上吵吵吵吵吵 我以前从来不会那样的 以前周围的人都觉得我可以带给他们很积极 向上的一些能量跟一些反馈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自己心里积攒了很多怨气 然后就变成了我人心里面那种恶 然后无限的散发到周围的任何我接触到的环境 反正这样放纵了大概一个半月吧我记得 然后哪一天呢就是我记得那天印象很深刻 回老家看一眼奶奶 回来之后父母都没有提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你在他们眼里我算是家族里面最让他们值得教我的人 然后我当时他们也没有说我学习好不好 他们只是说在学里挺好的 我当时还在骗他们说挺好的 然后他们还会说千万不要太累着自己 然后还是就是说吃点好的这种感觉 我那一刻其实觉得很愧疚 就在那一瞬间 所以那一刻感觉真的就看着他们眼睛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无忌自容 对 我回去从那天晚上开始 我就开始重新联系老师 返校之前又出疫情了 所以当时又将近耽误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当时答应我的老师都说算了算了算了 就那教育老师也觉得心里 就觉得怎么能这样呢 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怎么会搞成这种样子 只是气法 只是觉得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 我弹窗消失第一时间马上买票走 反正当时是我老一会儿老到生日了 但是我没有我就马上走了 而且那天真的特别不适合出行 就是乌云密布电闪这一面的那天 狂风四起 在青岛的有一个什么失老人 那个头都已经被吹掉了 我就在那个情况下 我爸爸把我送到了车站 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抱了我想说 回去好好干吧 我当时也跟我爸说 我说四年之前在大学里高考考的很差 我给你一个承诺 我说我四年之后一定会上青黄 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承诺 我回去之后一定可以定想到事 我还偷偷在车站望了他们一眼 我看到我爸爸和我妈妈就抱在一起 哭 他们从未想过还可以轮八轮 所以当他们知道我的遭遇了之后 也说 那还不如就直接叫你八轮哥好了 我以前肯定会觉得 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对吧 这是我的伤疤还要来接我的伤疤 但我觉得现在就对一种可是世线一种 开玩笑的方法 记得我拿到这一轮定导卡的那一瞬间 我第一时间就给我爸打了电话 当时我听到我妈在电话里说 她说你受苦了那种感觉 但是我那一瞬间我想的并不是我受苦 结果你会感觉自己经历的这一切 只要没有把你自己打倒 你会变得更加坚强 尤其我们这个专业 尤其在做实验的时候 失败是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可能在整个过程中 失败的往往是要远远大于成功的 所以这算是对我来说是一种磨练吧 我才会觉得 在清华这五年 才能真正在某一件事情上 钻研的很深 有自己的突破 你得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就是包括他们都说生化环才是天坑 对吧 他们也会问我 你说你学这个有什么用 我之前真的完全回答不上来 直到我去年那段时间 我当时也一度很讨厌这个专业 我觉得我学个别的专业 完全不用遭遇这种痛苦 但是我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 我回过头来再想想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真的上天的安排 是我自己真正适合我的一个专业 它真的会让我从这种 现在很嘈杂这种环境中脱离出来 沉静的安静的 慢慢的在一个事情上探索 通过不懈的努力 得到一个想要的实验结果 那一瞬间的兴奋 是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的 你真的会感觉 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步实验 都是在推动一个课题的发展 一个问世界难题的解决 或者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那一瞬间我才觉得 我对这个东西原来这么有意义 可以让我内心这么的满足 这么的丰富 我觉得那个时候 不要在乎这个工作以后 会不会很难找工作 会不会有很高的薪资 会不会匹配你所学的这么多的知识 我经历那么多之后 我才会明白这句歌词 我觉得真正含义了 我觉得就是 你不管现在你身处 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在以后的未来 在不久的将来 总有一个好的东西在等待着你 可能是某个人 可能是某件事物 也可能是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还比较享受这种过程 就是可能我比较享受那种 不是说别人给我提供这样的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这一切 可能自己更心安理得 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不利 更能感受到这份心思 可能这是我喜欢的 对你努力得来你才会珍惜 对